就觉得这里天气很好 很适合打高手 然后我们拍摄的地方也都在海边 就每天都能看到大海 所以心情都会不错 我觉得十全九美 我很喜欢这句话 十全十美就多了 我觉得人生一定是会有遗憾 遗憾也是一种美 但你不要去后悔 因为这就是你的人生 生活就像这个茶 不会倒得太满 也不会倒得太少 只会倒得刚刚好 表演也是这样 所有东西都是要刚刚好 满则意 最想感谢的人一定是我妈了 父母都是很爱自己的孩子 他们的爱是无私的 然后哪怕到了我妈这个年纪 我觉得我长大了 其实在他们眼里 如果还是小孩 他还是会希望我能够变得更好 他还是会为我身上的一些不足去担心 我觉得母爱真的是非常的伟大 我更喜欢的是看一些故事 像小说 人家去分享自己的故事 我是个演员 我可能会带入自己进去去感受这个书 好像演了一部戏一样 就会跟到书中的人物酸甜苦辣 包括他们的情感的起伏 矛盾的起伏 我是觉得 我现在比较偏下于 就是说空了 喜欢看这种书 可能比较好读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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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